我們今次繼續講到 事奉人聯的心態和生命 我們上次已經講了一部分 我也想重講一件事 就是保羅曾經講到 他說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其實全世界的人和天使 我相信在邪靈到時都會出席 全世界的天使和邪靈 我們墮落的邪靈 墮落的人和得救的人 全部在一起 在那個情境 就是我們所有生命都會顯露出來 成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場地 我們想一個最大的場地 我們就是一個大的足球場 周圍都是很多位坐滿 我們想像這個更加大 就是很遠很遠 不過又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時我們的生命 就會從小到大 一直這樣 一生人 所有的東西都會顯露出來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有什麼感覺 那我相信其中一個 那我就 那些醜的東西 麻煩你不要顯露出來 這是第一 我們會想到 我們一生人有很多做過錯事 做過不好的 還有想的事情 就算我們現在這一陣子 當我們聽到的時候 到底說 好啊好啊 我還是應該這樣做 因為都不關我的事了 都不肯了 我都不肯了 這些心態都會全部顯露出來 不只是顯露的行為 是會將心裡全部顯露出來 當我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的心裡就有一種的感覺 這個時間 當我們顯露的時候 就是將來 但其實到將來的時候 那一陣子 你就好像在現在那樣的 譬如這一陣子 我們現在來說 就是將來審判 但是呢 到那時候 你就好像回到現在的了 回到這個疾 就好像你活在那個狀態 跟著呢 你做的事 說的事 想的事 全部就顯露出來 那就是說呢 其實將來呢 又會回到這個時候 就是好像現在 你就可以想定 你將來就是 所有的東西 是顯露出來 因為人很多時候 會想到 我們現在做的事 是沒有人看到的 但是其實 聖經告訴我 是全世界人都看到 是隱藏的事 必會顯露出來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事 都不隱藏到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無論你去到哪裏 準備和別人吵架 怎樣發脾氣 猛震 吃豹了 不做了 或者是 甚至有時候說 一些負面說話 或者是對神的說話 我不懶惰 我不聽話 或者不服氣 對某些人 哎呦他這樣對我 我當然真的不服氣 這樣 無論什麼 雖然好像是 將來顯露 其實到將來 就好像現在 那樣的 就是這一陣子 顯露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我就會提醒自己 我現在的反應 將來就會顯露 就好像現在顯露 例如你想像 你在家自己看什麼電視 上什麼網 玩什麼遊戲 那你會覺得自己做 或者你跟家人吵架 或者你硬頸 互執 就覺得好像將來的事 但是其實 就是 就是你想像 你現在在做 其實有 億萬的人在看著你 那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說 神啊 叫我警醒了 因為呢 我們只能夠每一次 那雖然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有做錯 好像大衛 他是 犯奸人 又殺人 但是神 在 你皇帝那裡有講到 他說 我佛人大衛 他說 這件事 拔士班這件事 他是犯罪 但是除了之外 他也是遵從神的 就是說 我們有些過去的犯了錯 那些我們回不了頭了 不過由現在開始 所有可以處理的 我們都處理 那時候 有一天顯露的時候 神就說 你本來有很多頑固的地方 不聽話 不過後來就很大改變了 那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聖經也有講到 就是說有人 初頭聽話 後來不聽話 耶穌說的比喻 有些呢 就不聽話先的 後來又聽話 那誰好些呢 就是那個初頭不聽話 但後來他聽話 就是最終 後來是怎樣的 所以 我們以往有不聽話 不要緊要 都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開始聽話 現在以後神 啊 由這一天開始 由這個 今天是9月8日 9月8日開始 2015年開始 那你開始聽神的話 真的 每樣的事情都很小心 很小心 留意自己 當然小心意思 不是叫你害怕 而是我活在神的愛中 越是神的愛中 你越能夠處理生命 那你越輕鬆 能夠面對一切困難 那所以我用這個心態 鼓勵大家 都時時會想 現在這一陣 就好像 在將來 全世界人都望著我 我就用這種心態 去活著的時候 是榮耀神的 人家看得到神的恩典的 好了 那我們上一次 講到是 事奉 那我們也講到一個 意念 希望大家記得 剛剛我說的這個意念 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另一個意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建屋 如果我們一邊聽話的時候 我們建屋後 是由金銀補石 以及一邊去越越高 但是一個人 如果他一邊建 又驕傲 又負面 又懵惊怒怒怒怒 那它呢 就建一些又差一些 一邊建一邊拆 有沒有人建屋一邊建一邊拆的呢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那何必這麼多努力呢 萬一起來 又拆回的 這樣的時候呢 馬上 baj上 旁邊白做其實都用了時間的 例如你現在這裏 起碼你用了時間來學 你用時間來到這裏 坐車來這裏 接著又學 學完又回家 都晚了 都用了時間 這裏都是開始了 跟著你侍奉又用時間的 那時候 如果你做的白做 就是又浪費時間 所以你就說 神幫助我 不好的人不用被他影響 不好的人不用被他傷害 因為他有問題 即是 你想像一下 譬如你想像 你看到魔鬼的 譬如這樣 我們一路聽神的 神在一邊 魔鬼在一邊 神就好啊好啊 你做得好啊 拍掌了 在一邊的魔鬼在那裏 卡卡卡卡 在那裏笑你 又說你什麼不好 但是神說你不用聽他講話的 他說的東西全部都是謊話 他當然是令到你灰心的 於是你就會說 魔鬼講你 他講你又不用聽了 不用聽了 他不斷笑你 不斷說你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到 但是魔鬼其實在你心裡做事 他心裡做事 就令到你自己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同樣 除了魔鬼 魔鬼會用人 人包括未信 和信了耶穌也有 他會用那些人說一些說話 攻擊我們 那些說話其實是魔鬼的說話 上網可以免費下載的 叫做活日決戰 活日決戰 大家可以上網看到的 那他活日決戰的圖案是什麼呢 他說很多人就 他說神的子民有很多種的 有一種不知道要打仗 就是每個人都在玩的 整天都是玩的 就是說他們根本在這個世界 不覺得我們是和魔鬼打仗的 於是他們就在那邊玩的 另外有些呢 就去打仗 但是全身被人打到穿了 受傷的 很多基督徒是受傷的 另外有些基督徒呢 就被一隻邪靈背在身上 那邪靈就會套一些東西出來 攻擊人 攻擊人呢 就是用行為 用說話來攻擊人 跟著那個人跌倒呢 這個基督徒走開 就打他 就踩他 就罵他 就說他 這是一個事實 很多基督徒是這樣 有基督徒 即是有些人在那裡侍奉 或者做些什麼 他就會說他 又會嘲笑他 當他跌倒呢 你看他 這麼好用呢 他犯罪了 基督徒會做這些 其實背後的就是邪靈 就是魔鬼影響他 他不一定邪靈附體 是邪靈影響他 他就會做一些說話 說一些說話 是影響人的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神幫我們 你不要成為這個魔鬼代言人 不要代替魔鬼 和你的丈夫 或者妻子說話 你真壞 這個就是魔鬼透過你說話 還有 當有人說話的時候 你知道背後是魔鬼 但你不要說這個人是魔鬼 你就祝福他 看衰他 但是他講話 你不要上心 就是說你沒用 蠢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魔鬼透過他講話 你就不用放在心上 那這些呢 心態就會幫你能有得勝 這次我們繼續說 就是 有些人容易受傷害 被人的說話 這件事是最常見的 就是 人的影響別人 很多時候說話 我這裡沒有寫 就是行為 就是有些人做事 是令到人叛到人 眼神 眼神 有時候真的那個人 真的有時候會 有些眼神是不太好 不過有時候 也未必是 就是我都曾經有牧師提我 他說 有個教友說我 你見到他又不招呼 那其實我又匆忙過 那那個牧師就代我講話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每個都要學的 有人說 另一個基督徒 或者另一個人 有些甚麼做 那我們都盡量善意解釋 就是說可能 他匆忙 可能有甚麼原因 那牧師跟我解釋 他說因為我呢 很集中做 我有時候匆忙走過 就沒有跟你招呼 就是有些人會看我有沒有招呼 那還有呢 有時候呢 我可能看到他 但是呢 我正在想著 看到好像沒有看到 那樣 那有些人當我 你看到我都不跟我招呼 或者呢 有時候那個心急 猛 那個眼神好像有種猛氣 就是有時候是誤會了人 不過有時候 又是的確 人又會 自己心裡狠狠 又會 挖住人 就是生氣了人 又不知道 其實人很透明的 不要以為 我們的怒氣 沒有人知道 譬如丈夫和妻子之間 相處呢 是最容易出現的 他看到我都沒有生氣他啊 但是那個眼神呢 對方是覺得他挖住他 就是他有些事做得不好 他說我這次已經忍住了 我已經不出聲了 不過呢 那些眼神呢 已經忍住了 不過他的眼神 還是很兇的樣子 對方都是感受到的 那這個就是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外 因為我們人總是有 裡面有善又有惡 走出來 所以眼神呢 一方面就是人 要小心你的眼神 另一方面呢 有時候有些眼神 你又不要那麼在意 就是另一方面 就不要那麼在意 不要受他傷害 還有態度 就是 同樣 歡迎你 有時候歡迎你 很熱烈 有些人歡迎你 一邊歡迎你 一邊跟別人說話 就是有時候人會這樣的 人又會受傷害 但是其實 也都不用受傷害 就是 他很忙 善意解釋 他很忙 他又趕著歡迎別人 當然這個不對的 他歡迎你 就歡迎你 就不要又歡迎別人 而是 就是 那個態度 或者有時候 他代仁接盟的方法 他的態度 是不會那麼好 這一點是需要學的 很多人是沒有這種善意 經常祝福人的心態 其實我在事務 都會有時候 有些人有 即是有些說話 有些 或者不接受 或者很多樣的反應 但是我呢 我都盡量 安撫我的心讓 我的心不受影響 以此 我的態度不受影響 因為如果 他有些說話不好 我當然要我的態度受影響 然後呢 就破壞了 但是我心得盡量放鬆 譬如我今次去宣教 是他們指明 指示我 是做婚姻輔導 不是 不只是幫他們的婚姻 是教他們 婚姻輔導 誰知道 後來我第二天 問他們舉手 你有多少人要做輔導 兩個人 三個人都舉手 即很少人 即根本他們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去做婚姻輔導 那時候 那我可以覺得 不開心的 他們為何這樣安排呢 那些人都不是想做這件事的 但是我又覺得無所謂 既然 到如今了 那我就了解他們需要什麼 然後我立即改變題目 這個就是 面對事情改變 而平均安靜的 這個就是一個 不會受傷害的情況了 事實上 在侍奉受傷害的人 很多 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在這個教會受傷害 我不想再去了 第二呢 就是 受傷害我不想侍奉了 即甚至 跟神疏遠 即各類也都有的 即是在教會裡面受傷害 事實上很多人不肯信耶穌 就在教會受傷害 所以我們自己又要小心 我們自己不要傷害人 同時也都 小心不要被人傷害 那我們講這些說話 有原因的 因為在這裏呢 也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講到 唉 那個人的態度 令我受傷害 那我聽到呢 我都覺得 就是 有一些 傷心 為個人傷心 那 但是呢 我有 即其實我雙方都明白的 傷害人的人 有時候不知道 有時候是無意 有時候是他的習慣 即他經常都是這樣 以致他改不了 這是人的罪性 我們不用做很大件事的 那個受傷害的那個呢 又會容易受 好像很大件事 即總之 傷的人 傷人的人 可能有意 可能無意 他有意是他的問題 他無意 即是他都是他的問題 不過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受傷害的人 又覺得 唉呀受影響了 結果我都不想學了 不想侍奉了 又是一個 對他的損失 那所以 求助幫我們 第一 不要傷害人 第二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害 不要那麼快判斷 他這樣看我 即是他生氣了我 生氣了我 將來我們有什麼興趣呢 即是不用這麼想的 他 有什麼問題 我一樣 我有我的權利去學習 有我的權利去侍奉的 或者一起侍奉的人 有受影響 我們都可以學習 不給他影響 但是事實上 人是 頭腦處理到 和 情緒處理到 是兩件事 那我都講一講 這件事 有時是困難 即是說你的頭腦是他的問題 但心依然又不舒服 那這個 情緒是需要處理的 那情緒 即是說你的 思想上 你覺得 我可以不給他影響 但是情緒會受影響 你有沒有試過 即是有人 即是就算一個瘋子佬在路上罵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那個瘋子佬對你的態度不好 有一個人有問題的 那你一轉過頭 唉他瘋子佬 不用理他的 或者一個小朋友 做一些 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 令你不舒服的 什麼小朋友 不用想 但你依然 你身上依然有點不舒服 這個思想上 你可以接受 但是你的 情緒 依然有一種傷害 那這件事呢 要處理的是有 你用不同的智慧都可以 那我現在講幾樣的智慧幫你 第一 就是 人在早上醒的時候 一醒的時候 通常是最清新的 那時候呢 通常那些負面感覺 不會這麼快來到 你在那時候 就立即感謝耶穌 那你第二天起床 立即感謝耶穌 那些情緒就會好回來 就會好一些 但是你在起床那一陣 立即用那些不好的感覺來 唉呀 今天又要去哪裏 又要做什麼 又要見哪個人 唉呀 真是很辛苦了 唉呀 今天有什麼困難 那你就立即那些困難 又會回來的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立即處理 不要讓這些負面情緒 即是說 當我們清新的時候 立即就開始 就開始感謝神了 即是如果大家有這種習慣 其實自然界是一種方法 令到我們清新的 你要自然界 你去逛一下山呀 去游一下水呀 爬一下艇呀 做一些開心的事 拍一下相片呀 拍一下花棗樹木呀 那人開心呢 接著呢 你感謝神呢 那個心就容易開心 即是說 趁你開心的時候 去感謝神 讓你保持在希樂的狀態 這是其中一個秘訣 另外其實有很多秘訣的 譬如你唱讚美詩歌 又是一個秘訣 幫你可以開心些 有時你不開心 喝一口水又會好的 深呼吸又會得好的 即任何方法令到你好些 或者連續那個人又不好些 任何方法令到你的情緒好些 都會得到幫助 或者呢 是你有個朋友會聽你說話的 但是你又不要說那個人的名字 即是那個人認識的時候 不要說那個名字 只是說有件這樣的事 令我不開心 主要著重在你的身上 不要說他怎樣壞 不要猛數他怎樣壞 就是說有人今天這樣傷害我 令我不開心 你跟那個人說 可能那個心又會鬆些 即是任何方法 幫你的心鬆這個程序 就會好些了 而你好些呢 你每天起床呢 你就開始感謝神先 即是每天都開始感謝神呢 你就會天天處理到 那其實我都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都因為小時候的經歷 和後來很多的人說的負面說話 其實我都有一段長的時間 是心裡會有時候會害怕的 會有一種無端八事 不是有什麼原因害怕 其實我又不怕黑 就算那時候我都不怕黑 我又不怕老鼠又不怕蟑螂 但是呢我是怕人的批評 但是後來呢都不是想那些人的批評的 是自己會怕出來 還有自己會擔心會吏住那種感覺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吏這種感覺是很多人都會有的 是有時候沒有原因的 即是之前有吏開 後來就不知為什麼又會吏 那這樣的情況如何去治呢 這個就入了前意識了 那我們就需要每天起床 一起床最清新的那一刻 立即感謝神 這樣開始了 多謝耶穌 立即留意那些負面感覺 即是經常都留意 入些什麼 其實興多德聖最重要的那個意念 就是入好東西 神的恩典 神的好東西 人的好東西就入這些 然後負面的東西 當人說話的時候 我們知道就不要了 就過濾 隔開 那一起床就入好東西了 耶穌愛我的 即是恩典的祈禱了 曾經說過 就是多些說 神是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陪我一齊的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的 我有做錯 不要緊 神會赦臉 我只要悔過就可以了 接著我去改革 即是總是說 不要緊 總有出路 總有解決方法 還有這些都可以 即大家都可以想的 即總有解決方法 即沒有一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鬆了 就會平安了 這樣你每天都裝滿 這種平安喜樂 每天都裝滿 神在愛我的 祝福我的 你都要笑多些 那人就裝滿多些 開心了 情緒又得意志 和潛意識又得意志 大家留意 你發些夢 你就會知道你潛意識的光景了 如果你發些夢 很多懼怕的 憂愁的 這樣的時候 就是你的潛意識 很多這些傷害了 如果你發個夢 是平安的 是去玩的 即是你的人輕鬆了 但當然我的意思不是 你整天都去玩 我們有神的恩典 有開心 有從神得力的 那你的潛意識 是越來越平安 輕散了 所以受傷害是需要醫治 沒有被醫治的傷害會怎樣 人家說一句話 馬上就受傷害了 人家一說一句 就馬上 人家又說我不行了 我媽說我不行 她又說我不行了 那就很容易受傷害 我們就需要醫治 即是人家說我們不行 即是我們用什麼方法去醫治呢 聖經 如果講思想 聖經的教導就是 神就說 神可以挑選那些如絕的 叫智慧的收睿 所以我就算蠢的人都不要緊 無所謂的 不要緊的 就算蠢的人都不要緊 還有神可以提升我的智慧 還有呢 所求於管家 是要他的忠心 他忠心就可以了 就算我蠢一點 我忠心就可以了 神就不會說你 到時審判不說你蠢的 神只是說你 有沒有忠心的 我已經忠心了 我就告訴自己 不要緊 我自己都曾經被人控訴 說我做得不好 我就侍奉 但那時候我說 其實我都很忠心 我都很努力 那我必須不常被人指控呢 於是我的心就會放下 神都起了我的 有時我怕 有時我擔心 有時我擔心 我就說 神就是起了我的 於是我的心就平安 輕散了 希望大家都時時 留意自己的心態 最好的方案 留意又會有另一種後遺症 有些人就說 哎呀我現在有沒有憂愁呢 我現在有沒有罪呢 那又很慘 最好不是這樣 是經常都說你是神 然後當你讚美神 整天都愛神 所以神愛你 你的心就鬆了 一覺得有壓力 你就知道了 這個是最好的方案 就不是整天都好像 好像這個是個 電筒 至於有心 看看今天有沒有 今天是多少度呢 那你就很慘了 你不要用這個方案 對自己 而是呢 其實讚美神 神經常愛我的 即是時時充滿這個意念 那時候一覺得有些不舒服呢 你就去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呢 還有還有這樣 那件事情引起你不開心 不是那件事 是那件事 是那件事 背後我們那個 意念 和我們那個 價值觀 比如有人說你不好 我們受傷害 我們就說 是那人說我不好 如果這個人不存在 我就沒有這件事了 但其實不是的 是我們裏面 有個受傷害的心 根源是 我們容易受傷害 我們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人家一說我們 我們就會受傷害了 或者經常記得以往的受傷害 於是人家的小動作呢 我們就會覺得自己呢 就人家不喜歡我 人家不接納我 這個就是我們裏面的問題 所以不要賴了人 而我們看到自己有 但是我想怎樣呢 又不要 就是 我賴字可以有很負面 就是賴字可以 又不想可以說 我有這個軟弱 求耶穌赦免 幫助就行了 這樣的心態 耶穌幫我可以 一起說 我有軟弱 求耶穌幫助我 求耶穌赦免我 就可以放手了 放手了 做錯都是 放手了 放手 是不是 但很多人做錯呢 另一個問題 受傷害呢 為什麼呢 做錯了 被人說了 但是呢 他就會把那個傷害 重演千千萬萬次 就不是重演那些喜劇 那些悲劇呢 重演千千萬萬次 有沒有這樣的人 是很多 裡面呢 將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不斷每天重演一次 每天播放 今天又到播放時間了 那又坐在那裡 但是又是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又要留心我們世界 內心的世界是怎樣 不要重播這些東西 重播這些好東西 感謝神 不要有進步 有沒有進步 你們 有 感謝神有進步了 感謝神 神在改變我了 感謝神 神在跟我一起了 你們聖靈的同在有沒有加強 有 感謝神加強了 現在我祈禱 隨時都有神的同在 感謝神 什麼東西都是感謝神 就是開心 就是正面 被老公罵 老婆罵 那些就不要想了 他是這樣 由得他了 就放手了 那些願望又不會有益處 凡那些事情想到沒有益處 就不要想 說到沒有益處 就不要說 有些事情說出來 就沒有益處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保持健康狀況 就是我們的心和生命 就像一個花園 你給他一些好東西 那花園就長得漂亮 你就把鐵釘、爛泥、石頭 丟到那個花園 那花園當然不漂亮 把好東西給他 那花園就漂亮 我們的心都是一樣的 有時候我們不知不覺 就把人的不好東西 重播重播 這個重播就將它破壞了 求主幫助我們 我以前也曾經說過一個教導 叫做大腦可塑性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 大腦可以塑造 有一個好消息是什麼呢 我們的腦部有很多線路 是非常複雜 比任何高速公路的線路更加複雜 全世界的腦 加起來都沒有我們的腦那麼多線路 是有億億萬萬條線路 很多很多的線路 全世界加起來都沒有那麼多線路 那個腦是很厲害的 而你每一種思維的方式 都有一個搭了的線路 所以有些人 你一 那些線路搭他 他說話 整天說來說 那些東西 你發覺有些人 他不知覺的時候 他講兩講 你發覺有些人 譬如說很負面 他講兩講 又是講來講 你會講一些負面的東西 他整天會搭了那些線路 這就是大腦的模式 但是 那個好處是什麼 不是 那個好消息是什麼 就是這條線路可以改的 只要你改一點點 每天改一點點就可以了 就會開一條新路 就是開一條新路 就是怎樣呢 每天都告訴自己 神愛我 神祝福我 因為有些負面 立即不要他 立即處理 你就開一條新路 但是這條新路開始走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成形的 就是好像你走山 那條路你走第一次 不成形的 你走了十次好一點點 你走了一千次的時候 那條路很明顯的 很明顯看到這條路出來的 當你用同樣的方法 是好的方法思想的時候 這條路就成形了 就是我們的腦 每個人都有一些 已經成形了的腦 我想大家想一想 你有沒有那些成形的腦 是這麼好的 有沒有那些 是已經習慣了怎樣優秀了 或者一見到那個人 立即 第一個反應就是 哎呀 我還是不喜歡他 就是這些 成形的觀念 你看到有些人 是特別喜歡的 有些人見到 已經眼淹了 已經想去消失了 就是這個線路搭了 就是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今天開始改變線路 我想問大家 你學到輕鬆得性 有沒有改變線路 有啊 感謝神 你開始改變線路 沒有呢 不過又改變不透線 那你就繼續 你做了的 你就感謝神 你一起 跟自己說 我已經改變了 是非常好的 一起說 我已經改變 是非常好 我繼續改了 就行了 就是你就問自己 為什麼那些這麼難改呢 因為那個人 經常跟你很近的 那你就改對那個人的想法 改跟那個人的相處 那時候呢 你已經進步了 第一步 你就可以繼續第二步 第三步 是不是 越來越進步 那你就會 看到自己進步 感謝神 記錄低 這些好東西就記錄低了 感謝神 不要一直在進步 行不行 越來越少受傷害 你有沒有發覺 你這一年有沒有發夢少了些 有啊 有啊 感謝神 進步了 那你就告訴自己呢 在進步緊 阿里女兒 感謝神 這樣就很正面了 是不是 其實聖經是很正面 神是很正面的 那時候呢 你的傷害就會 一路清除 師父呢 有傷害有什麼效果呢 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退休的牧師 住在老人院 但是呢 他經常跟那些護士啊 那些醫生啊 周圍那些人 那些人可以服侍給人生啊 唉 我這麼多年受人 很多傷害啊 那個人又敢對我 我怎麼對他好 他又敢對我 他的心裝了什麼呢 傷害 很多不好的人 有些人就是這樣 一生裝了很多的傷害 求主幫助我們 清理這些垃圾 好了 為什麼容易受傷害呢 自己沒有安全感 就是 沒有安全感 安全感哪裡來呢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我夠成功 我夠錢 我身夠美 外貌夠美 這些人有安全感 我多朋友 但其實這些呢 全部都會動搖 還有沒有真正的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在哪裡呢 是神 神愛我 是永不改變的 神永遠看錯我 就算我做得不好 只要我願意給神改 神又會看錯我 這個是最好的安全感 是最穩陣的 神又改變了我這麼多 這些都可以成為安全感 感謝神我也有改善 感謝神 感謝神 我現在服侍又多了能力 多了好的方法 又感謝神 這個都可以 是有安全感的 就是說你真正的進步 不是 不是那些 怎樣呢 有些不是真正的進步 譬如說 我們的安全感 不應該由我們的外貌 應該有一些不關我們事的事情 譬如說 我爸爸很多錢 所以我很有安全感 因為有一天 如果錢沒有了 這個人是崩潰的 我們安全感是由神 和我們靠著神去做的事 正面的事 那裡得到安全感的 我們自己沒有安全感 和自己的傷害未醫治 未醫治的人呢 他就會 那些言語不知不覺就會說 唉 那些人都不聽話 你們個個都不聽話 譬如說到的時候 你們個個都不聽話的 我說什麼你又不聽話 那個牧師本身就受到傷害了 他就會有一種傷害的心 但是恩典的講道方法是怎樣呢 神很愛你們的 神很體重你的 神定義祝福你的 雖然我也知道你有軟弱 不過在我來說 不要緊的 每個人都有軟弱的 神愛你想提升你 這個聲音最重要 萬一說不好 你們做得不好 有什麼用呢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發覺我沒有說你們的不好 我只是說你們可以怎樣好 越來越好 你們有進步呢 感謝神 這個正面了 就不會有些傷害了 或者不懂得怎樣處理傷害 那麽多後書十三章十一節 一起讀 萬有無聊的話 原地興活都喜樂 要責任循環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比善往過 那這個講道呢 就是說 關於 其實這幾個東西 都對於我們生命 還有同意的關係 有幫助我們 喜樂 經常都喜樂 你查聖經的樂字 寬言 是有很多這些字的 經常都講到開心的 我們就喜樂了 我們有沒有刻意 其實喜樂是一種選擇 世人認為什麼叫喜樂呢 兒子考試一百分 我就喜樂了 我賺了錢 升級 我就喜樂了 開心了 那麽的時候 是條件性的 但是 有些賺錢 成功 那些才開心 那麽時候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排都沒什麽開心 有病 又有些困難 那就不開心了 我們的喜樂應該從哪裏來 在神那裏來 不是一定我們有多成功 我們在神裏面 還有我有忠心 我就喜樂了 在神裏面 我願意喜樂的原因 還有 受安慰很重要 肯接受安慰 我認識這一個人 他曾經有一次 有一件很不幸的事發生 他在做什麽呢 他生了一個嬰兒 但在睡覺的時候 他摘著一個嬰兒 焗死了一個嬰兒 很可惜 不過這個媽媽 過了兩年之後 因為有人告訴我 她的嬰兒死了 她都是這麽優秀 她整天都是這麽優秀 好像永遠出不回來 那時我見到她 我都跟她說 我可以和你聊天 可以幫你 為你祈禱 但是她又不接受 她不想再面對這件事 但是她的人 整個人是 整個人的 這樣的時候她是 而受安慰 其實是很慘的 以後都是因為那件事 而受傷 你説是多慘 永遠都得不到釋放 得不到安慰 所以有些事發生 譬如有些人 丈夫離開 她永遠都不得醫治的時候 她也很辛苦 我們受安慰 還有彼此和睦 其實和睦是很大的禮物 第一姐妹和睦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這件事是我們要珍惜和爭取 就是說 第一 有和睦的弟兄姐妹 我們感謝神 是不是 我們要建立和睦的關係 在這裏 我很希望我們會建立一個 彼此相愛的和睦的關係 是 真是去關心每一個人 神給我這個聖 我感謝神 我去到哪裏都好 在這裏也好 你見到我和你一起 我對著你 我一定會關心你的東西 神給我這種聖 就是見到人 我就會關心祂 祝福祂 你都可以這樣 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朋友 將我帶到你周圍的人 這是第一 當我聽到人有問題 我總是想找方法解決 我總不會說 他真壞了 我不會這樣 我總是會找處理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還有 不要計較 我發覺很多時候 有些人很難和人相信 他計較 計較這個人 對人不好 這個人說話是這樣的態度 總是 即是在他的生活中 他會說 我不喜歡和這個人在一起 這個人什麼什麼 那個人什麼什麼 我去那個教會又受傷害 總是說很多這些人的不好的東西 即是他的心很多計較 我們周圍的人 有沒有不好的人 有 有 當我們經常計較有什麼後果 辛苦 又很難和人相處 有些人是很小朋友的 因為覺得個個都有些不好的東西 計較 其實什麼所謂 人就是有不好 我們就是祝福人 祝福人的時候 他的生命改變 生命就提升了 所以我們的心態 經常都說 無所謂 不要緊要 就是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你去到哪裏 你都會有祝福人的 神給我的託 就是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祝福 去幫助人生命提升 不要有任何的顏色給人看 不要給臉色給人看 不要給臉色給人看 給多些笑容給人看 就算你覺得他上次對你不太好 都給他一點笑容給他看 真心 凡是心中有不俠的人 都俠了他 都對這個人不好些 祝福人總是好的 有一個 我會說這個基督徒 他說 基督徒好是有貓狗的見證 就是有貓有狗在你面前 你都會對他好的 有些人見到貓 你撕一下牠 踢一下牠 踢一下牠 嚇一下牠 見到動物都是這樣的 我們試過去遠村看著那個人 就是那隻狗來打 那隻狗捕得很厲害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肉外狂 如果狗狗這樣虐待 人也會更加虐待 就是牠的心沒有這一種 祝福的心態 那我們的心沒有所謂 不要緊 你可不可以把你心裡 所有某些人的看法 沒有所謂 不要緊 你跟革命說 如果我有試過對你的態度 不要請你原諒我 如果我有試過對你的態度 如果我有態度不好的 請你提提我 我不會 eater 好 是很不可逐 依奉的人 不受人傷害 第二方面 總是祝福人 人對我不好 無所謂 總是笑容對他 你有力 你就做得了 你沒有力 就做不到 有力 就算我對你不好 你都會善耐 其實以前曾經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迫迫我的人 我都問求神 如果有一天我希望我見得回祂 我去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關心祂的說話 我希望祂都會受諾 我都會跟祂說以前的任何重要 求神祝福你以後的日子 能夠給神更大的使用和祝福 我見到人都是祝福 我又感謝神 周圍的人都是祝福我的 除了你們之外 我在Facebook那裏的人跟我說 生日快樂 多到是 好多好多 但是我又覺得 總是祝福人 總是對人好是好的 求主幫助我們 生女呢 不受傷害 又時時祝福人 我呢就是 黑萬奇 我今天講一張slider 下次又再講過處理生命 其實這個都是很好 處理生命 讓我們的心 平穩安靜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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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多點想神的恩典 多點想一下 我真的有福 哈利路人 哈利路人 我有耶穌 真的有福 有耶穌的救恩 將來我們永遠在天堂那裏 永遠享受你 今生我們都可以 永遠享受你的 我們隨時討告 又有平安 又有喜樂 又有興奮 真是多謝你 哈利路人 世人想有很多錢 買的平安 我們即時有 世人很想有的祝福 我們隨時都有 我們有的弟兄姊妹 真是好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多謝主 有這麼多好的 弟兄姊妹 真的我們覺得是 非常好的 我們見到 弟兄姊妹都開心 每一件事 我們都感恩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除去我們的刺 不要刺傷人 又不要被人刺傷 心裏平穩 安靜 滿有安全感 充滿神的愛 充滿神的恩典 以至我們整個生命 就像耶穌所說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我們有耶穌真好的 我們有耶穌每天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每天都可以感恩 每天都可以喜樂 每天都可以平安 每天都不受人影響 而反而去祝福別人 求主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當中有受傷害的 求你幫助我們 受安慰 受耶穌的安慰 給耶穌掃一下你 給耶穌抱一下你 給耶穌去安慰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 祂不會咬傷你的 殺身體沒有殺永遠的 不用怕祂 而且祂也沒有殺我們身體 所以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丈夫妻子的過錯 我們都可以放手 不要緊 我們就跟祂說一筆勾銷了 一筆勾銷了 就不用說條件 不用說你勾銷我就勾銷了 不用這麼說的 我的就一筆勾銷了 希望你都會一筆勾銷了 放手 不要緊的 哈利雷亞 多謝耶穌 神的赦免是一個恩典 神赦免是一個恩典 我們要輸的人都是恩典 哈利雷亞 是你釋放我們的靈 完全興省 哈利雷亞 哈哈哈哈 感謝天父 我們一起在神面前 哈哈哈 多謝耶穌 有耶穌 真平安 真興省 哈哈哈 我們可以不受傷害 我們可以放下所有傷害 我們也可以搖鼠人 與人和睦 受安慰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永遠重贊歸給主你 你真好啊 主耶穌 你真好啊 一起說 主耶穌你真好 阿爸父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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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們真的活得開心 平安 是你幫我們選擇平安 輕省 開心 選擇愛人 連率人 不是選擇猛狼狗 激氣 他在歌詞裡 平安 三打 尤一打 三打 三打 一打 三打 一打 二打 二打 二打